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中年以后,富贵命的女人都有这几种底气。 人生匆匆忙忙,不过几十年,有的人一生活的舒适又从容,有的人一生活的颠沛流离又痛苦,前者自己把握命运,后者往往依附他人而活,若是女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,靠自身的能力打拼出一个光彩夺目的未来,那么女人的命运就不会太差,一个女人未来有没有富贵的命,一眼能看出来,有持续且长远的经济能力。 世间所有关系,有了相欠才会有了相见,爱需要用时间来暖,情需要用相知相惜来慰藉,可惜,不少男女在婚后,经营的方向会出现这个分歧,男人会偏向于失业,女人会偏向于家庭,也许,有的女人也会在职场上打拼,但生活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她自己,但,随着男女的差距越来越大,两个人的分歧也会越来越明显, 此时,也有不少女人,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,但是,她采取的办法,多半是约上闺蜜一起去逛逛街,去做个美容,买几套漂亮的衣服,然后看几本文艺类的书籍。 再学一学,和男人如何提升情感的技巧,但,最后还是发现,男人压根就不需要这些,这就是,女人即便不被爱了,却压根离不起婚,因为没有赚钱能力,也没有生存技能,甚至很大程度上,还要靠家庭里平日的支出,来得到一些钱来打扮自己。 所以,女人的底气,其实就是,来自于你,能够有自己的经济实力,生于丛林社会,就要遵守丛林法则,婚姻类,也不例外,你的富贵命,来自于你自身的实力,让男人舍不得离开你。 你的底气,来自于你,能够用你的经济实力。 在你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,有修补好的能力,有自己的事业。 美国著名设计师戴安,第一条果身群设计者,曾嫁给德国王室后裔,但是得不到王室成员的认可,遭遇离婚,他去意大利学习,在美国创业,拥有了个人品牌,创建了自己的公司。 他成了业界传奇性的人物,可是他的感情路并不好走,新的男朋友背叛了他,而他自身也生了重病,似乎命运对他很不公,可是他仍然没有选择放弃,而是继续自己的事业,在治疗的同时,又对衣服的设计进行了改良。 让自己的品牌重新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,独木舟在《深爱里的星星》中写道,就算全世界都不爱你,至少你还可以自己爱自己。 懂得靠自己的女人,一生活得有底气,活得灿烂如光,戴安成为立刻耀眼的钻石,闪闪发光,一直到七十岁。 这个女人仍然平静,优雅,从容的老去,她不怕失去青春,不怕任何挫折,勇敢面对一切,靠自己的女人,活得不会太差。 懂得靠自己的女人,心中有一片广阔的天地,能靠自身的创造力,力挽狂澜,让生命重新散发出更美的光彩。 懂得靠自己的女人,不会停滞不前,也不靠任何人的联系和疼爱,而是热爱自己的事业,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 不管是否结婚,仍然会很有魅力,并且通过自身的力量,能影响更多的人,真正能将日子越过越好的女人,往往爱赚钱,爱奋斗,爱拼事业,真正的富贵命,不是嫁给一个好男人,不是嫁入豪门,而是自己有能力管控自己的生活,有能力让自己活成理想中的样子。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,是什么样的命运,皆是自己修行的来,富贵命不是天生的。 而是得付出无数努力去换来的,拥有富贵命的女人,不靠小聪明,或是容貌身材,去换取他人的怜爱,依附他人而生活,也不相信男人,我养你的甜言蜜语,而是懂得经营自己的事业,努力拼事业,真正能成就自己的,永远都是自己,努力成长,在事业中,不断解决棘手的难题,不断地开发自我潜能,鞭策自我成长,熬过最艰难的岁月,完成蜕变。 女人靠自身的能力赚更多的钱,人生就会更有底气,活得也会更加有尊严,懂得靠自己努力去拼事业。 努力赚钱的女人,才能真正拥有好命的人生,有好心态。 生活家中的邱小霞,一个人把女儿带大,被人骗了钱,连仅有的房子都没有了,她和女儿坐在台阶上,两个人的意志都很消沉,不过说了几句话,两个人又斗志昂扬,觉得一切都会过去,失去的钱也能再赚回来。 女儿说,经历这样的事情,我们不该寻死觅活一下才对吗? 邱小霞说,寻死觅活,到最后不还是要觅活吗? 有那时间去寻死,不如直接跳过这一段,想着怎么好好活下去,母女俩一直生活得很穷。 糟心的是不断,但是依然很开心,很快乐。 他们是心态乐观的人,这样的人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。 维尔科克斯说,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畅时,笑颜常开奶意识,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,仍能微笑的人,是真正的乐观。 心态好,人生路边好走,人总是有这样一个误区,觉得很有钱,穿金带银,能住大房子,开好车才叫富有。 其实,每一个人经历不同,能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充实,能吃饱睡着,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,有一个好的心态,一切就皆有可能。 心态好的女人,不惧怕困难,一生轻松,并且自在。 这样的人,有着广阔的胸怀,有着乐观向上的精神,百屈不挠的品格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贵命,有强大的内心,好命的女人。 人,往往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,活得坚韧,不容易被打倒,内心强大的人,不管何时,都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 即使,遭遇工作失败,感情重创,在重压之下,依然能保持着一种云淡风轻的态度。 不卑不亢地拥抱当下的生活,沿袭攻略,中的魏英波,人生经历了无数坎坷,她在皇后身边。 被皇后藤奈,成为最受宠的宫女,可因为惹怒了皇上,被罚去咸马桶,她没有抱怨。 即便是最脏最累的活,她也立志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出色,再坏的境遇,因为心态好,她总能随机应变。 而觉处逢生,魅心强大的女人,拥有坚韧的意志力,认定想要做成的事情,就不会轻言放弃。 一个女人,不认命,不怕吃苦受累,一直朝着目标前进,往往坚持到最后,就是最大的赢家,赴贵命的女人,魅心强大,活得坚韧。 没有人能轻易摧垮她的精神世界,不管遇到怎样的逆境。 对于他们而言,只要不认输,一切都会有转机,爱自己,有自信。 在心理学中,有这样一个定义,你如何对待自己,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。 拥有富贵命的女人,不会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,而随意讨好别人,而是懂得爱自己,许悦自己,抚养自己。 一书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说道,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于才干,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,包括是他自己,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,也是他自己。 真正爱自己的女人,了解自己,不妄自菲薄,也不自欺欺人。 按照自我的想法,踏踏实实的生活,不管有多爱一个人,内心始终深爱着自己,不强求自己做不开心的事情, 不为了任何人,任何事轻易改变人生计划,放弃自我成长,不会为了谁而放弃自己的初心,走一条自己并不喜欢的路,因为他们知道,如果一个人需要他讨好,才能保持一段良好的关系,那在他的眼中,根本没有那么在乎你。 只有,真正爱自己的女人,忠于自己,完全接纳自己,才能活得潇洒,自由,高情商,为人处事,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 情商高的女人,往往结交的朋友很多,会让身边的人和自己都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中, 所以,这样的女人不容易得罪人,在她心中,永远心里都是装着别人,做什么事情,首先考虑的是对方,说话很谨慎,不伤害他人,也不让自己陷入两难中,例如娱乐圈的张军宁,面对月云鹏的吐槽着谁呀,不红了。 她并没有生气,而是在微博里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,把自己辟红,然后说我努力让自己红了一下,我尽力了。 最后,她收获了很多鹿转粉,被她的高情商言语给深深蛰伏,所以,情商高的女人,往往过得不会太差, 无论是苦恼的生活,还是欢乐的生活,她都会吞噬眼前所有的东西, 然后换种最适合现有的生活方式,回馈给自己,极度自律。 塞尼卡曾说,最强大的人,往往是能自律的人,自律,往往最容易让一个女人通向她最想要的生活里, 因为人生的精彩,命运的富贵,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 那些早睡早起,勤奋的女人,一定比那些只会抱怨的女人过得好,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。 在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罗子军,嫁给了一个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的男人, 婚后的她,开始什么也不做,每天只知道花着丈夫的钱,买自己喜欢的东西, 把自己打扮得冠冕堂皇,最后,她的依赖换来的是对方的变心,婚姻的破裂。 所以,作为女人吃不了自律的苦,最后很可能去受平庸的罪,安逸的生活,富贵的日子,每个人都想拥有。 可是,天上不会掉馅饼,自律才是女人获取幸福生活的最大底气。 一个女人的富贵命,从来不是等来的,而是靠自己拼搏来的。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苏茗玉,明明是家中最不受疼爱的孩子。 但是,最后就她过得最好,在父母不愿意多为她花一点钱的时候,她选择了一人独自去面对生活,因为她的自律和坚持,让她一步步走向成功。 所以,自律的女人,无论生活多么的艰难,她都能不迷失方向,坚持自己心中所想,去慢慢地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生活不等人,社会是公平的,她们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不断进取的女人,所以,那些自律的女人,浑身都在发光。 她活出了最真实的自己,不依赖他人,不羡慕他人,不取笑他人,而是悄悄努力,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精彩,富贵命,也许可以是天生的,但不是绝对的。 后期你的努力与坚持,依旧会获取人生里的光芒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